詞曲 李宗盛 今天其實帶來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我蒐集 不管是在美國家裡附近的二手店 或是說去日本玩的時候 或是其實到處蒐集了一些 比較奇異的物品 我就是會對古著 或是對二手藝有特別的情愫 他們其實通常都是可以穿著在身上 其實可能跟做音樂有點像 把你帶到一個很不同的空間 我在二月底會推出我的新專輯 叫做 《Galaxy Crisis – The Strangest Midnight Broadcast》 《銀河的危機》 《午夜最奇異的轉播》 那這張專輯也是跟前年的 《玻尼的大冒險》一樣 是一張全創作跟全製作的專輯 就是一個很輕鬆 沒有像玻尼那麼黑色幽默的感覺 這張專輯 對